车小钱夫遭法院悬赏2100万巡人 曾传出给女方3亿分手费 9月15日晚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官网更新一则最新通告 新天两位失信被执行人 分别是上海海博新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及山西海新集团原董事长李兆惠 前者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李兆惠的包卫与兆侠 按照公告信息显示 李兆惠兄妹俩及相关公司 需向原告美景能源集团偿还2.16亿人民币 以及逾期利息 并限制其出境 风头正进的李兆惠 在事业成功期风光迎娶白富美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其第一任妻子便是圈内女星车小 对于网络上疯传的流言蜚语 车小意是做客主持人李静的访谈节目 言辞否认傍大款的调言 并表示她与李兆惠是80后的自由恋爱